影片内容请参考时间目录 YouTube字幕要自己开启哦 保龄球练功法一次可以获得500左右的精华 如果你觉得这样赚不够 就把大妖怪杀掉 这样跑一趟总共可以赚1500左右的精华 不过 这方法只适合新手时期稍微刷一下 后面关卡刷经验的效率一定比这里高哦 打保龄球的前置条件是完成主线第二个任务 烟炎之怪 然后就可以进行支线任务 邪恶的凶罩 进地图第一件事是把左边的门打开 从右边往山上绕个半圈就可以跑到门后面 打保龄球前建议去汇入一下木灵 请他们保佑你多赚20%精华 好了之后开始计时 我们先来测试打保龄球赚500精华要多少时间 答案是27秒 接下来测试打保龄球加大小妖怪要多少时间 出发先这里 啊 答案是63秒 结论 打完保龄球顺便打妖怪最好赚 以上 咕狗姐姐配音 附入这张地图找三只木铃的路线 及打王路线 881 接下来从第一神庙出发 我们要去找三只木铃 第一只在这个屋子后面 然后往上走 这边右转 那一路向上 到楼梯这边之后 左转进来 这里有第二只木铃 那你如果要消除这边的场合 按的话 就是把下面这一只大妖怪打死 然后这边有第二个神庙 然后往回走吧 下坡之后向右 然后走进另外一扇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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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会有一只大妖怪 清掉之后 在这边就是第三只的 很简单 接下来如果你想打这一区的王的话 从第一神社出发 就一路往上 那这边的神庙看你要不要去解锁 那王的房间就在这边 那王的房间就在这边 这是一只天狗 我比较懒得我直接射死他就算了 这样就刷完了 很快吧 通过来 明镜宫 数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